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还是叫我胡老师吧 网友觉得胡彦斌的要求也很可爱 胡彦斌也是考虑到不想给粉丝们一种距离感 老师的称呼比经理 总监或董事长显得更为亲近 胡彦斌的说法确实没毛病 作为艺人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本就应该更亲近一些 否则高高在上的人设 很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 当然除了称呼以外 网友也都纷纷表示 胡彦斌老师好厉害 迄今为止 国内娱乐圈 胡彦斌应该是首个 以音乐人的身份被录取的 可谓妥妥的才华 加实力的全能艺人 不但唱歌跳舞厉害 而且私下还是一位学霸 胡彦斌自出道已了 无论是做音乐 还是经营自己的公司 都非常用心 每首歌曲 也都很受粉丝喜欢 无论做什么 胡彦斌几乎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 胡彦斌是一个唱作者 也是一个创业人 同时 他也一直很努力 对未来充满期待 胡彦斌说 这次能被湖畔大学 第五届 录取真的很开心 也非常期待 这一场学习之旅 并且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被湖畔大学录取后 胡彦斌也表现得特别开心 本人也在微博回应 还是希望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胡老师 这样听起来比较温暖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 胡彦斌非常接地气 非常好相处 这次湖畔大学 共录取学生41名 学员们的职业覆盖面也很广 像消费 教育 人工智能方面等都有包含 其中还有很多其他明星阵容 如李晨 胡海权 李冰冰等 也都曾是湖畔大学学员 这次作为音乐人的胡彦斌 能被湖畔大学所录取 相信胡彦斌在湖畔大学 一定会收获很多 一个优秀的男人 总会学着从自身改变而开始 胡彦斌今年已经36岁 但日常生活穿搭仍然还是比较嘻哈的风格 看上去依然如小鲜肉一枚 不过遗憾的是 胡彦斌至今 还是一位钻石级的单身汉牙 马云所创办的胡畔大学学员 来自各行各业 总共大概涉及有14个行业 向湘飘飘创始人之女蒋小莹 云海瑶创始人朱海晴 明星胡彦斌 优信集团创始人戴坤等 共41名学员 此次报名胡畔大学的有1400多名企业家 其中录取的仅仅41人 入学率只有2.93个百分点 可见想进该大学的难度有多高 胡畔大学是由众多企业家联合创办的 向柳传志 马云 冯伦 郭广昌 史玉柱 沈国军 钱尹一 蔡红斌 邵小峰等 全都是业界内著名人物 而且有传言说 能进该院校也需要通过层层选拔 必须是创业三年以上者 而且收入要超过千万 公司具备一定规模 必须要有三位得力推荐人 其中一位还必须是胡畔大学的成员 胡彦斌 作为第五期新学员之一 以董事长的身份 被胡畔大学录取 迅速登顶今天的微博热搜 随后胡彦斌本人 大家请叫我胡老师吧 这样听起来温暖 而董事长的称呼 感觉好生疏 好吧 我们就听胡老师的吧